继续来关心阳明山上的最新状况 那么受到台风Scientor的影响 现在在阳明山的山区 也是逐渐的越来越有感 可以看到记者现在所在位置 就在晴天刚这边 那么现在在晴天刚上面 这个阵风跟雨势 是持续的不断来降下来 那么今天在大屯山的侧站 测得最大的阵风是来到了11级 那现在雨势 渐渐系的雨势也是持续的来降下来 而且除了风跟雨之外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放眼望去其实是雾忙忙的一片 就是因为在山区的浓雾 还是非常多 那么来到晴天刚这边 大家要来欣赏的 就是要来看水牛了 但是可以看到现在的大草坪 一片放过去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牛汁的 是没有任何水牛的 那么其实跟前一天相比 前一天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 同样的地点还是都可以看到水牛 但是现在今天也因为天气状况 是持续的恶劣 也持续的风跟雨势都不断的来加剧 因此水牛们也都躲起来了 大草坪上是不见水牛 出来吃草的一个状况 那么其实除了牛汁躲起来 来躲风躲雨之外 其实今天在晴天刚这边 也没有任何的游客 因为其实我们昨天来到这边 其实前一天风势跟雨势 都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来到这边也是遇到了不少游客 甚至还有是整个旅行团 外国的旅行团来到这里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在晴天刚一片乌茫茫 加上风跟雨势持续的加强 就像这样有一阵风跟雨势打在脸上 其实也是会有一点点疼痛的一个状况 因此在山区的部分 北台湾山区 其实除了这个受到台风 山陀的影响 加上东北风的一些 带进来的水气影响 因此在阳明山的天气 也是持续 所以这时间越晚 越来越恶劣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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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